www.oneclicksoeasy.com 一clickradio 只要一click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 喂 有油站啊 為什麼不入油啊 油燈已經亮了 兩個街口的油站便宜一點 我打算去那裡入的 你怎麼知道那裡便宜一點 才知道啊 去oneclickradio的網站便知道 就是這麼easy啦 www.oneclicksoeasy.com 每日即時更新大溫最低油價 而入去最新大溫油價專頁裡面 還可以掌握大溫不同地區的 最upd最底的油價 那就可以省錢入便宜啦 測完油價順便聽完 一clickradio的節目 Good idea 一clickradio 新在家國 心系香港 前途萬里 節目主持 陳華紅 各位聽眾大家好 我是陳華紅 就到前途萬里的時間了 現在就繼續和大家回饋一下 剛剛過去那個禮拜的 加拿大股民美國股市 今天會討論對主要關鍵問題 就是 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突破2萬點之後 到底何去何從呢 首先我們就要說回加拿大股市 過去一個禮拜 加拿大股市 第二呢 就比較上呢 都是一個淡靜的格局的 全個禮拜來說呢 多倫多TSS指數呢 都是升了28點 雖然是右上升 但升幅就是0.1% 斬眼就不見了啦 那麼其實五個交易日裡面呢 就除了禮拜二 是有升勢比較零利 升了130點之外呢 其餘四個交易日呢 都是一般的 就是變動呢 其實是只有幾十點的而已 那麼連100點都不到的 而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為 禮拜二的升勢呢 是因為呢 就美國總統特朗普呢 就簽署了行政命令 就容許呢 那是Transcananda呢 重新提交 Keystone XL油管的申請的 那是推動了當日的 資源股是做好的 那麼但是其餘那幾天呢 大股都是沒有什麼表現的 那麼雖然是有得升 但是呢 升幅都是三十幾點 或者下跌都是下跌三十幾 二十幾 三十點 那麼市場呢 因為都是跟回美國的市場 還有 大概都是繼續觀望著呢 因為特朗普 還有其他經濟政策 和貿易政策 會不會印刷一些很壞的後果 那麼美國市場方面呢 過於這個星期呢 到瓊斯公司的指數呢 就升了1.3的 而瓊斯公司的指數呢 是1.1 而瓊斯公司的指數呢 是1.9 最主要呢 是因為呢 都是星期二的指數 都是升幅的顯著 那麼呢 到星期三呢 就突破了兩萬點 就相當說過了 那麼 兩日的星道指升幅 超過一百點的 但是其餘日子呢 那個瓊斯的表現呢 都是 真是幾十點的波動而已 那麼 那瓊斯升破了二萬點之後呢 那麼 其實大家都覺得 終於都破了一個 心理關口了 其實在這個關口 都已經糾纏了一段時間的了 為什麼會糾纏這麼久呢 最主要是因為呢 雖然自從11月8日呢 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消息公佈之後呢 跟著美股做好之後呢 整個氣氛呢 都會是 似乎是推動 導致的升到二萬點 但是實際上呢 一直都沒有突破呢 是因為呢 市場在觀望著 那麼到底 會不會突破了二萬點之後 就認證成了一個呢 所謂 獲你回吐的壓力呢 直至到這個星期三呢 因為多間的籃籌呢 例如金融類 包括大通啊 包括美國銀行啊 那麼 多星期三包括摩陰啊 那麼業績都是顯示 整體的經濟呢 狀況呢 是挑動了整個市場呢 那個藍籌的業績是做好的 還有在那天來計呢 普通普遍人都覺得 即特朗普呢 開始真的要落實這些政策的時候呢 都會是 就是貫徹去那個政綱的想法的 包括就是 就是建這個墨西哥的圍牆 那也都包括萬禮拜 嗯 那麼市場就會想到 那麼他真的說 他之前說的那些減稅啊 講那些即是基建開支 那些真的會落實執行的 只不過是 時間沒有立刻 只不過是一個 時間性的問題的時候呢 那是不是會真的帶動了 就是那些人會想 是不是應該會是 其實呢 那其實呢 說到這個2萬點 導致2萬點呢 我們可以看回一些資料的 資料就是說呢 上次 就是由1900點 鬥子突破1900點 到今次突破2萬點 總共用了多久呢 總共用了42日的 那42日 我剛才都說了 就好像說呢 導致等中 破這個2萬點 很久了 其實呢 42日 升值1千點呢 都算是有紀錄以來的 第二塊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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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短的時間 那次呢 就由1萬點到1萬1千點 是用了24日的 當然那時候呢 大家都知道那時候的寫齊 就是說 1999年 大家知道 芳望古熱潮的時候呢 當時呢 很多的藍籌 都驗了一個芳望 即是氣氛的時候呢 那個聲勢呢 是特別厲害的 除此之外 就沒有好像這次那麼快了 是升1千點的時間 所以呢 我們覺得來 其實實際上 原來都不是很久的時間呢 顯示到那個市場的氣氛 凝聚到 都是一個購買力強的市場來的 當然購買力強是有原因的 那就是呢 那些藍籌的業績 就交到數了 交到數了 那讓企業管理的實際 覺得 美國經濟前景是樂觀的 這些都是引發到 那個市場去有膽 那麼突破兩萬點這個 這樣的心理關口 當然突破兩萬點 就是下部兩萬千點了 那大家都會看看 現在升1千點 未必真的容易了 因為呢 由踏入2月份呢 市場 那些傳統都是比較偏淡靜的時間 來計 大家都不要想著 升勢會很大 而去到這個時間呢 最主要呢 大家要看特朗普的政策 的效果出來 今天呢 他肯定是減稅 以及做基建開支 那些 方官規管的那些 是會繼續做的 即是時間表的問題 但問題呢 就是他的貿易主義呢 例如他真的對美國 墨西哥實際 強硬的 可能會抽關稅 這些想法的話 會引發到市場的憂慮 就是貿易戰 令到一些股份 成為一個戰壩 那麼呢 現在我們會看到 暫時來說呢 墨西哥就已經很不妥 這個特朗普這些 所謂圍牆政策 可能會有關稅 墨西哥總統呢 列度都取消了訪博美的行程 那麼跟著呢 我們看回禮拜四 禮拜五呢 這個 吳英國首相 文翠先生 和特朗普的見面 都是一個比較 是一個 不是說 就是 完全是 好像以前那樣 即是說 合作無間的態度 大家都會有些 爭執 有些對事物看法的 是不同的時候呢 就會引發到 一些人的想法 到底這個特朗普呢 就是四處是敵呢 然後保姿 即是它是事在必行的時候呢 會不會引發到 一個部分的股票呢 是受到這個 拖累的 我們會等回 就是說 如果貿易主義的話 那跨國公司 一定就沒有好處 如果 從一個現實的角度看的話 很多分析員都說 都要看一下 到底這些 哪類股票會在特朗普這個政策之下 受惠 而我們會是 考慮的 這個也是一個 值得我們借鏡的地方 基本上來講呢 我覺得 金融率一定會受惠的 雖然它升了這麼多 但我仍然覺得 金融率比較值得 即是說 追捧的 尤其大家知道 我們加拿大股票呢 那是金融率股票 真的很重要的 雖然它們都升了 已經一些 突然的日子 但是似乎 都比較穩陣 至於其他來講呢 如果加拿大的上市 我們都提過了 就說我們會考慮呢 到底這個 特朗普效應 之下 會不會 仍然是受惠的 你剛才說過 譬如 加拿大這個油管的話 對加拿大的能源市場來講 都有一個幫助的 那麼 雖然 可能 未必 可以真是 帶動到 人類股份 全面做好 但只能有生意做 更好 即是會沒有生意做 發現一些 就是貿易類的股份 那 尤其是一些 綜合企業的股份 他們可能都會成為 這個 貿易保護主義的 昌盛之下 那個受害者 都是被知得吉的 那麼 製造業方面 都會有影響的 加拿大就業 但整體來說 都是 如果美國 是針對 中國 或者墨西哥的商品的話 加拿大商品 反而 可能有一個 良好的刺激作用 因為 那個家園的 匯價比較 偏 不是那麼強的話 其實加拿大貨的 購買力 吸引力 都仍然存在 那 這星期的前途 到此為止 我們下個八腳討論 另外一個題目 好,拜拜 你現在聽的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來,喝杯肉 耶 酒逢知己千杯少 在派對和朋友開心對飲 的確是一件樂事 呃,走啊 拜拜 但是走後駕駛 你不單止會破壞自己的前途 你還有可能會對無辜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造成無可挽救的傷害 尊重生命 為己為人 切勿走後駕駛 以上是1clickradio 帶給大家的訊息 www.1clicksoeasy.com 1clickradio 只要1click 就是這麼簡單 So Easy